我在補充一件事你知道嗎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跟他那個老婆鬧離婚 可是他們感情非常好 然後就引起了大家的那個 非常好還鬧離婚 對 為什麼會 就是因為他老公會打呼 那女生跟我一樣 就是這種年紀了 所以就覺得打呼很吵 所以他們就前段時間就分房了 分房然後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可是最近就是 男生的媽媽過世了 媽媽過世以後 他覺得他非常難受你知道 他就跑過去跟他老婆睡 然後他老婆就叫他 你走啦 你走啦 你知道 對 他就說你這樣子 我每天這樣睡不好 然後我就覺得精神很差 然後他老公就覺得是說 我平常我都很體貼你 然後很那個 現在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所以我媽媽 需要火味的時候 火味的時候 難道就不能讓我抱抱你嗎 對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他老婆 就因為這一個點 他這個男生突然有點覺醒 就覺得我好像對你太好了 就覺得對老婆太好了 然後我什麼都依著你 從年輕到老你知道 可是連最後一點點的溫柔 你都不能忍耐 因為你又沒上班 你白天睡不行嗎你知道 所以這樣鬧離婚 對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幾歲 就五幾歲 就五十幾歲 就我們那種年紀嘛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在關鍵時刻 人家你的另外一半最需要 就把他抱抱他安慰他 有什麼關係嗎 他就睡覺嘛 他就覺得這樣吵了 我睡不知道 你打祸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沒有上班 他可以補眠的啊 對嘛 所以他才會覺得說 我以前什麼事情 我都百般前就不已 然後你要這樣就這樣 要那樣就那樣 然後現在在我需要你 在我旁邊的時候 你居然不願意 那你覺得要換這個嗎 都是朋友 不好說 那請教一下冰心 你希望老公性慾勃勃 興趣勃勃還是不要 對你 應該是希望老公 是一片死 一片灰燼 但是一點就燃 你說希望不要給他吵 那你怎麼樣 那希望老公性慾勃勃也不對 然後都 沒有沒有 我後來發現 有一次我就對我老公說 你看清楚一點 是我 我是你老婆耶 你怎麼會對我有興趣呢 這樣子嗎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 不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個 你是不是在幫自己催眠 你到底把我想成型 我回應一下 我回應一下 真的 那個 我有一個朋友 年紀也算差不多跟我們一樣大了 他跟他老婆性行為還很頻繁 而且是跟他老婆 不是跟別人 我就說你到底 幾歲 也快六 六十了 也六十出了 然後就是你到底有什麼辦法這樣子 你是吃什麼藥 馬卡還是什麼 我也有肝還是什麼 他說不是不是 我有六字真言 我說什麼 他說就一邊坐一邊說 他不是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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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煩的意思 沒有 所以我就說 其實那個 如果老公對自己 還很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還滿驕傲的 滿驕傲的 也是滿驕傲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 就是說你要有心 如果對方有這種需要的話 其實就像他剛才 古琳講的 有的時候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讓對方覺得被愛 了解 那請教一下 什麼事情 比方說老公做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最性感 其實我覺得 我剛才看這個照片 然後我也在想說 到底什麼樣 我老公發什麼樣照片給我 會讓我會覺得 哇 好有feel 我相信應該是說 他就是已經checking into 在一個飯店的房間等了 因為你知道對於我自己來講 我一直會覺得男女 坐床頭然後找洗好了 對 就是看到潔白的 這個飯店的床單 我就會有個衝動想要把它弄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自己啦 就是老夫老妻嘛 那你老夫老妻 我一次會跟大家講 我覺得有時候換了環境 你就會換另外一種氛圍 就是說每次為什麼 很喜歡找我老公去住飯店 是因為我覺得 你看這個飯店床 整理多麼乾淨 可是上面有多少對 不管是偷情的也好 或者是大家是曖昧 或者是老夫老妻 出來出遊也好 外面辦過多少情侶 都上面辦過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只要看到 飯店的潔白的床 我就會覺得 我要把它弄亂 對 我就要把它弄亂 可是有的太太是認為說 她喜歡住飯店 是因為說我都不用整理 對 這也是 因為在家裡弄半天 最後還是你在那邊整理 你給它請 然後你這樣弄亂的 留個一百塊就走了 大家拍拍屁股走人多好啊 所以我覺得換環境 滿重要的 不過我跟你講 有些女生真的很有潔癖 我有一個朋友 她老公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這樣很浪漫 可是她就說 我就覺得好可怕 好髒喔 不曉得上面有多少人 所以有的時候你知道 這種情趣啊 或者說這種 都要互相配合的 是 那H有什麼事情 可以讓雙方感情加溫啊 我自己看到 有一些專家在講說 情侶之間啊 或者愛人之間 如果你可以更幼稚一點 可以讓感情更好 幼稚一點 對 就比如說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小情侶 會講諜字嘛 吃飯飯啊 親親啊 這只是比喻 這只是比喻 但我的意思是 可能你們兩個 可以讓自己的心智 在相處的時候 更放鬆一點 因為她可以做自己嘛 另外一點就是 她們有提到的是 你這樣跟她相處 會喚醒一些 你跟爸媽之間 相處的一些回憶 我當年跟我前妻結婚的時候 我們剛結婚搬入新家之後 然後忽然在看電的時候 我在看電視 然後她走過來要開冰箱 她忽然說 媽 這裡面怎麼 什麼東西不夠 她忽然叫我媽 就是她那個情緒 已經輕鬆到 她覺得她是 在自己的家裡面 不是跟一個 剛結婚的陌生男子 或不夠熟的男子 但我就覺得這種事 我就笑出來 後來她發現她也笑出來 那我反而覺得 其實這是很有情趣的 就是我們認為彼此已經 就是跟家人一樣親密了 然後像我跟她 那我們平常去上班 以前一起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去上班的時候 我們是不牽手 然後也不講話 但是就一起去 一起回來 所以公司同事很多人 都以為我們是沒有結婚的 或者是有人會覺得說 這對夫妻 怎麼永遠都不講話 他們到底是 感覺是不是很不好 那因為她又是 她現在當經紀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 她對話是很Tough 那有一次就是尾牙的時候 公司當然就是分桌 不同部門分桌吃尾牙 然後就打開吃飯喝酒 結果我也在那邊喝 喝到一半 忽然隔壁桌子跑到說 那個 你老婆醉了 然後我才發現 蛤 那我就過去看 那我前期就已經醉倒了 然後她就大叫說 寶貝 然後就把我們在家裡面 玩的一套碰頭 然後舉高高的遊戲 在尾牙現場 就當場就示範起來這樣 然後旁邊的同事們 這時候她發現說 他們真的是夫妻 就他們完全沒有感受到 我們原本就是有那種感情 對 小三一定不敢這樣做 他們一定是夫妻 對 小三不敢這樣做 她剛剛講的說 幼稚化 其實你只要跟一個人 感情很好 你就會幼稚化 真的 所以這是因果關係 就是說 如果你跟一個人感情不好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把那一面放出來 你沒有辦法把那一面放出來 對啊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說 你說要怎麼培養夫妻感情 就是說我覺得 夫妻真的要時常覺察 你看很多夫妻 在一起很久很久 我覺得互相都不了解彼此 對不對 在此時此刻我最需要什麼 常常畫錯重點 你一直覺得 就像他老公前面講的 就是說都不給 他沒有覺察到他需要什麼 他只覺得自己委屈 但如果說你經常要覺察 那感情不是一天變壞的 然後你看他們之前頻率那麼高 突然這樣 沒有就沒有 這是有過程的 可是你都沒有覺察到 我說這是比較危險的地方 苦林有說 渡邊純儀說 老夫老妻 老妻像家人 跟家人作愛其實像亂倫 你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渡邊純儀講的 所以他非常受歡迎 他在日本是最受歡迎 就知識樂言的那個作者 所以我覺得 我老公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還滿幼稚的 你知道嗎 就像他剛剛講的 滿可愛的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